我們今天要去白布帆登山步道 也可以叫做大客山登山步道 我還蠻感謝我朋友找我來的 工作繁忙之後爬山真的是成為我放鬆的時間 登山之前不要忘記 互吸互懷都要帶好 這個步道都會可以看到大安溪一個遠景 然後我看一下大家的分享 就是它遠眺的景色都還蠻好看的 這個白布帆步道 它的兩旁還有周遭都有一些停車的位置 快快快他們已經在集合了 在那邊 早安早安 幫我簽罩一下 欸超大團的欸 嚴先生不好意思 這邊幫我學長 學長簽罩一下 一個裝備自己備 這個超棒還有餐盒 我今天有東西要給你 什麼東西 香蕉 太棒了 我今天不會超精的 太棒了 好大家 你看 餐盒 我第一次登山不用自己帶吃的 超幸福 然後 剛剛跟你們講的就是 老師準備的地圖 手畫地圖 你看超有心的 太帥了 你看這麼多人 今天呢 一百個來 大特三 不知道砲台在哪裡 我是親身去親移過三次 絕對不是我們在那邊休息 砲台那個平板 那不叫砲台 底下哪邊 什麼 我有聽老師講到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砲台在哪裡 但是今天跟老師啊 絕對看得到 第一次跑 我不知道我今天可以跑到哪邊 如果等一下半路 你發現我不見了 請不要離我 我已經自動先登出了 喔喔喔喔 那你知道這個叫什麼嗎 這個這個 哪個哪個 這個 進去的話 叫什麼 起燈 起燈 來我們照管理一下 8點24 8點24 起燈 起燈 起燈沒多久 一開始就是45度以上的 陡坡水泥路 走起來已經是讓我們 氣喘吁吁了 不過這一段路啊 也是讓我們 為後面的更難的路 來暖身啊 喔這裡好漂亮喔 這是什麼 這個是 什麼 真佛啦 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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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盆景那一種 喔喔 難怪那麼漂亮 老師一路上賣力的解說 歷史跟景色 而我在一旁也跟當地人 大聊起來了 哇 跟這一團有個好處就是 馬上就有大哥大姐幫你講 講解 超棒 沒有 我們都是當地人啊 對 所以當地人這裡誰種的 那個菜園誰種的 你們都比我們熟啊 對啊 對啊 老師都這麼說了 這個是 以前我們村民自己做的啦 哼哼 這個步道以前我們上面 都還種水果啦 水泥地啊 這個車子都可以開上來啊 那個搬 那個背窗後你知道嗎 嘿我知道 這個我們阿水伯 幾歲 我們白不凡的 八十的 你看八十還爬上來 讚讚讚 以前我是天天爬 這個路 這個路都是他做的 哇阿水伯 我要跟你磨拍 對 以前這個是我們的橘子園啦 這個是我們的山 哇你做這個不就很辛苦 就是每天都要 對啊每天都 以前沒有開這條路的時候 還是要用挑的 一蛋一蛋的挑下去 哇賽 各位觀眾有沒有看到 這位阿水伯 我們的長輩 為我們鋪路 跟阿水伯聊完之後 繼續跟上隊伍 又發現一位大姐 非常的可愛 這位大姐很可愛 而且我們已經走了一公里了 大姐 很可愛 很快 你是說四公里是 對 三腳點 三腳點 然後我們還要走下來是嗎 對 對啊 我的天啊 沒有錯喔 這一條路一開始算是好走 但是過了上面有紅色的 數字1的地方之後啊 整個爬升難度開始大提升 哇賽我的天啊 我真的覺得 本來啊在上網查以外 覺得 這個步道應該是很簡單 你看我的登山杖 都給我朋友了 欸欸欸 超好登山杖喔 因為我覺得應該很簡單 結果沒想到 哇 果然是 大家有分享所有 終極山的那種感覺 大家看到沒 一路上的樹木都很有特色 甚至還有天然的蕩鞦韆 大家開始跟大自然玩在一塊兒 你看你看 連我們的雪蓮姐啊 是不是玩得非常的愜意 非常的可愛呢 還有還有在一旁帶隊老師 也開始為我們介紹起特別的植物 來 來 吃看看 可以吃看看 對 酸疼 所以是不一樣嗎 怎樣 酸的 很酸 像酸梅 酸疼它其實是 老師你有講錯嗎 沒有錯 但是唯獨 你吃起來酸酸的 是不是你想像吃酸梅一樣 你感覺很愉快啊 重點是老師說有毒耶 老師還沒解釋完 有點甜甜的耶 真的喔 果實是這樣 我一常吃 我一常吃 還蠻好吃的耶 像烙椒這樣 老師那個毒怎麼吸 我們養牛 養牛小孩都吃它喔 牛小孩 牛小孩 我肚牛耶 好巧喔 我肚子 你們會非常幸運喔 冬季才可以看得到這個 黃田的植喔 比酸梅好吃 黃田的植喔 比酸梅好吃 黃田的植啊 黃田的植啊 酸梅 酸梅 一口水的娘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打下來吃啊 但是 他厲害在哪裡 這個尾巴 欸 你看 弄刀刀啊 所以你要修理它 你要這個弄長一點來打它剪它 你不要扣進去 好 老師要幫我們打幾個 喔有了有了 好 剪幾了齁 真的耶 黃藤 酸酸的很好吃喔 就我們做那個 好來我們來 請享用 謝謝 直接吃嗎 溫老師 直接吃 對 咬一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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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仔 酸酸的 他當然 中了一個紙啊 紙很大 我看一下 要帶回家做紀念品 很多人 真的很大 沿著人線往上 難度也越來越難 但是只要堅持下去 再難都可以度過啦 各位伴我受不了了 我希望一根天然的登山杖 今天我要感謝他 救了我的腿 10點30分左右 我們到達了白布帆砲台遺址 在這裡大家吃東西大休息 大家還記不記得在影片一開始 老師出發前跟我們說 真正的砲台遺址在哪裡的事情嗎 剛剛有稍微知道一下老師 在那邊幫我們開啃 有沒有有沒有聽到聲音 那裡 老師在那邊 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一小段 砲台的那個石牆雷高起來的 大概有腰身這麼高的 我們走下去看一下 那事實上 真正我們設計要做呢 要把這通通要砍乾淨 那砲台這有四個平台 它才會展現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進去看一下 那個地方 來 有興趣的過來看一下 其他的休息 所以現在有兩個重點 就是老師會帶我們去看 那個古砲台的遺址 然後第二個就是大家想要去 大客山 宮頂可以 那我當然就是要去看遺址啊 這邊有兩種式 那一種就是我們早上介紹的皇城 一種就是11種 現在這個玄溝只是一種式 東西丟在那邊 十分鐘我們就回來了 他都沒有回來了 到了到了 這個石頭就是了 喔 哇 老師那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開啃完之後 它這邊是一個很棒的視野對不對 對啊 很好的視野 這樹都要砍掉啊 以前我砍過 這些蛇木大樹都砍掉 那這邊就乾乾淨 你現在又長了黃藤起來了啊 你看要照這個啊 這才知道那個石牆薄砍喔 好給大家看近一點 老實說 本來還是很高的喔 然後因為沒有維護 所以它就一直慢慢的變低 那我覺得 聽完 大家的想法 還是一樣很感動 就是因為 需要努力 所以我們才可以 擁有一個古蹟保存著 所以啊我很期待 非常期待 如果這邊整修好 我一定會再來一次 太好了雪玲姐跟我講說 我們再上去不用太累 對啊 雪玲姐我要看妳 讓妳對著鏡頭跟我說 那是真的 不是騙妳 那是真的不會騙妳 妳看我有照片為真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今天有照片妳就不上去了 沒有 今天穿的衣服不一樣 幸好雪玲姐說的是真的 一路上緩波好走 3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大客山三角點了 在這裡拍了合照 也欣賞了大安息的美景 視覺真是太享受了 然後我們又花了30分鐘 回到泡台移植 讓我發現一個好物 既然加水就可以有熱騰騰的火鍋可以吃 我下次一定要帶她去爬高山 受不了啦 好 這是什麼火鍋嗎 有肉的喔 而且那個 我試過她的燙度是很燙的喔 不是很燙 很燙 現在看到都是放夜的 對 對 肉肉肉肉 肉塊 你們好過分喔 上來了 都辛苦上來了 好啦 在這邊休息夠了 也穩飽了 那我們要先下山啦 掰掰 下山了 下山了 我們是兩點半 兩點半下山 對 然後有一個小差距啦 就是 我們竟然走到就是 難度比較高的 對 老師就 千 千交代萬交代說要走另外一邊 對 但是我們還是走另外一邊難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起來好可怕 很可怕 因為我過程當中一直想著 有這麼陡嗎 有這麼陡嗎 然後她還說有 哈哈 好 那今天就 很推薦白不凡步道 那當然就是這個步道下來 社區其實都很純樸 然後 也有賣水果賣蔬菜 都可以逛一逛 然後大家下來之後 其實還有一點時間 吃吃東西 逛逛街 然後跟村民互動 一定非常棒 很棒 白不凡社區的叔叔阿姨們 都在這裡等大家 好啦 那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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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through the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